最近的长春空军开放日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关注吧 歼20 歼16 歼11B 歼16C 轰6K 飞豹 云20 这些老面孔大家早就熟悉了 我也就不再啰嗦了 不过呢 却有一件新装备引起了我的关注 这就是最新的空中加油机运游20 后台也收到了不少私信 想让我讲一讲 那么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 这次呢 就来说说这个空军装备的新成员吧 空中加油机战略空军的标配 和空军战力的倍增器 目前能独立研制大型空中加油机的国家 只有中美英法俄五大国 本来呢还应该有乌克兰的 那么这些加油机都是由民航客机 运输机或者轰炸机改装而来 因此呢 衡量加油机性能优劣 主要看两个指标 加油装置和加油平台 那么先来说一下加油装置吧 目前空中加油分为软管加油和硬管加油两种 软管加油又称插头追套式加油 采用这种方式加油 受油机需要在机首安装一根固定式 或者可伸缩式的受油管 而加油机的加油设备 由脚盘一条22到30米长的软管 和一个锥形漏斗组成 追套的边缘装有稳定散移 用来保持软管稳定 控制软管在空中的摇摆幅度 锥形漏斗内部装有机械自锁机构 当受油管伸进追套后 那么上面的机构就自动锁紧受油管 与输油软管衔接 软管由脚盘控制放出和收回 软管加油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加油方式 它的优点是设备安装简单 可以在机翼和机身下方安装多套加油装置 同时给好几架战机加油 柔性软管可以适应不同速度范围内的战机 从直升机到高速战斗机 但缺点是对大气乱流敏感 衔接困难 如果两机速度相对过快 软管会发生剧烈的横向摆动 导致战机受损 如果速度过慢 则对接失败 遭遇不稳定气流的时候 这个追套和碳管还可能会撕裂战机的表面 碎片可能打碎驾驶舱盖 甚至被吸入禁忌道导致引擎故障 而且软管直径小加油速度慢 另一种是硬管加油 也称伸缩套管式加油 加油管是一根可伸缩的半刚性杆 加油杆装有夹角呈130度的微型操作面 可在横向和纵向一定范围内移动 加油杆平时收起加油的时候伸出 使用硬管加油的时候 那么加受油机必须保持相对位置不变 加油操作员 操作加油杆套入受油机的受油壳 硬管加油的好处是不容易受到空气乱流的影响 对接操作更方便 同时加油管直径大压力高 输油速度快 但缺点就是一次只能给一架飞机加油 而且还不能给直升机加油 同时设备安装比较复杂 说完了加油装置 再来说说加油平台吧 欧美因为民航产业发达 从经济性角度考虑 加油机都是直接改装民航客机 比如欧洲的A300MRTT就是以空客A300 200型客机为平台 美国的KC-46改装自波音767 而苏联则以1276MD为平台 发展出了1278M加油机 而我们国家此前只有少数的轰油6 没办法 这手头最大的飞机就只有轰6了 和其他国家那些载油上百吨的大型加油机相比 轰油6的最大供油量只有18吨 要是给内载油量10吨以上的重型战机加油 最多两次就没了 而且轰油6只有21架 那么相比之下 美国空军拥有包括383架的KC-135 65架MC-130 63架KC-130 50架KC-46A 和48架KC-10 总共超过600架的空中加油机 什么叫战略空军啊 我们很多人对比中美的空中力量 只关心像什么战斗机轰炸机 这些外形炫酷的坐枕机型 但是像运输机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机 这些真正关系到体系作战的战略支援保障机型 才是差距最大的地方 而且还要加上之一 为了弥补加油机数量不足 2014年我们从乌克兰买到了三架二手的1278加油机 这个圆水暂时解了尽客 但是要想彻底补上加油机的短板 必须立足国产大飞机平台 U20的出现 让这一切逐渐变成了现实 根据空军开放日公开的数据 1.0版的运20最大起飞重量179吨 最大载重55吨 用大型运输机改加油机难度不大 运游20货舱内 安装有两个容量18吨的航空燃油罐 整合到飞机燃油系统 加上机内本身的载油量 最大供油量高达113.5吨 中和作战能力相当于四架红油6 即使对比世界上最先进的A300MRTT和KC46运20也不遑多让 A330MRTT最大载油量111吨 KC46是96吨 俄罗斯的1278是106吨 在作战半径1000公里时 运游20的共油量为90吨 半径2000公里 这个共油量是70吨 半径3500公里 依然可以共油41.5吨 以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计算 一架运游20大约可以加满2570辆普通家用小汽车 128辆1000升油量的长途大卡车 158辆590坦克 9架歼11级别的双发重型战机 如果是航母 辽宁舰加注一次需要8000吨燃油 大约需要90架运游20 所以无论是陆海空三军 还是开车自驾游 跑长途拉货 运游20都是必备加油神器 运游20采用成熟的软管加油装置 机翼两侧各安装一个加油吊舱 机身中部也有一个加油点 最多可以同时为三架飞机加油 那么加油的时候 吊舱放出软管和接头与受游机对接 吊舱两侧有两列标志灯 它会提醒受游机的飞行员加油吊舱的工作状态 红色代表不可对接 黄色代表可以对接 绿色代表正在加油 虽然现有指标已经非常优秀 但这个还远不是目前运游20的最终形态 欧洲的A330MRTT和美国的KC46 集合了软硬两种加油方式 同时配有三个软管加油和一个位于机身中部的硬管加油 硬管加油最大的优势是速度快 采用软管加油的运游20 输游速度是每分钟2300升 相比之下 采用硬管加油的美军KC135是每分钟6300升 差距几乎是三倍 那么这点差距在战术飞机上还不是特别明显 但未来新的战略轰炸机 战略运输机大量服役后 空军势必对硬管加油有硬性要求 攻克硬管加油技术是运游20下一步的重点 除此之外 运游20本身平台的进步 也将给未来运游20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上面也说了 目前的运游20只是1.0版本 核心就在于发动机 运游20目前用的是俄罗斯D30KP2发动机 那么单台最大推力122千牛 美国C15PW2040发动机是178千牛 单台就差了56千牛 四台就差了224千牛 也就是说 现在运游20的总推力只有C17的68% 它的最大载重量差不多也只相当于后者的70% 所以运游20设计最大气费重量和最大载重量 分别是220吨和66吨 但发动机不给力 所以目前实际只有179吨和55吨 分别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81%和83% 但是好在采用涡扇20的2.0版的运游20已经成功首飞了 外形上更加短粗 这表示有更大的寒道比和更大的推力 涡扇20的出现不仅将保证运游20100%的发挥设计指标 而在此基础上改装的新型的运游20势必将更上一层楼 助力中国空军飞得更远 距离攻防兼备的建设目标就更进一步了